歡迎收看命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玲 大家好 我是郭京城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是寵愛自己很簡單 真的 每個人 我們常常要怪別人說 為什麼不對我好一點 為什麼不愛我 前提之下是說 你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愛自己 我們自己覺得自己很好 我們今天很演奏 很漂亮 是 我也是覺得說 我都有把這個好承托 掛在身上 這做起家事來 都覺得自己很漂亮 來 量一下體溫 三十六度版很正常 來 歡迎兩位特別來賓 都剛剛從美國回來 給我們帶來最新的美容的資訊 資訊 是 首先這一位 每次看到他就眼睛一亮 旁邊很漂亮 對 那應該是我 愛妳 倩柔 嗨 大家好 我是倩柔 倩柔 我最新秀樂請多多支持 對 這是妳辦的雜誌 還是妳出的新書 其實我們是 其實它是一個工具書 但是它以雜誌的拍板的模式 去讓讀者更能夠一目了然 因為裡面很多資訊性的東西 那因為以前我出了很多美容 還有化妝 保養 那這次呢 因為現在市場上 我也整天很夯 那怕消費者被騙 所以就把所有的功課 都幫大家做好了在書裡面 對 是 太棒了 待會兒來問問他 我覺得他是專家 我們待會兒第一個問題 要問的就是我們大白紗 他曾經可以承解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那不是唯正心嗎 那應該是大洞刀吧 大改造 好 來 接下來歡迎第二位 也是剛從美國回來的 給自己放了一個大駕 我們來歡迎紀文慧 哈囉 大家好 李妤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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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韓老師好 來 歡迎文明老師 首先歡迎韋文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黃優甫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黃子榮老師 大家好 來 倩蓉 你為什麼會出這個書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 微整形已經不是秘密了 我覺得以前大家好像在臉上 有做過什麼雷射 或者是打過什麼小真美容 感覺是很丟臉的事情 真的 但現在其實可以用很多很專業 很安全的方式 讓你的臉在抽抽之間 變得更漂亮 可是你覺得現代人 都敢承認說自己做過什麼嗎 那我們先來玩一個大冒險好了 就說... 你先說你自己啊 我... 觀眾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只有針對我的頭髮 因為我現在... 你有萌髮大家都知道 我每天把它當作我開心農場 然後硬在種 它有長耶 它有長啊 最近有在收成 那我們可以去偷你的頭髮嗎 但是你這個偷不走啊 我有開我開心農場 我每天... 你們顧電腦的時間 我早就有一點 我早晚顧一下開心農場 它真的會長得超開心的耶 現在電話已經滿線了 除了這樣之外 其他地方沒弄嗎 你不要亂講 人家沒有就是沒有 倩蓉你為什麼 好了... 我來說我動過什麼了好不好 我說我自己 我有動過 雷射拉皮 然後微波電波拉皮 所以... 你拉什麼皮啊 可是我跟你講真的 而且我真的就是不忌諱的 在我的書裡面 就把所有的過程拍下來 還有前跟後的效果 然後那時候 整形醫師還滿厲害的 就是他先拉我半張臉 然後拉完之後就會 畢竟會有一點這樣子嘛 差異性 拿什麼拉半張臉 電波拉半張臉 先做半張臉 其實它都是一種雷射的方式 一種光波的療法 讓你的肌膚有緊實拉體的效果 然後呢 拉完之後就拍照 拍完這時候 麻煩請你再幫我把另外半張臉 我就問朋友啊說 到底什麼叫電波拉皮 他就講半天我們就聽不懂 他就說深層 他就形容給我聽 他說你有沒有煎過牛排 他牛排就是一塊生生的肉對不對 你把它放到那個鐵盤上 你就... 他說其實電波拉皮 就是把裡面那塊 你把它當作牛排 氣... 它就整組都這樣啊 是啊 然後就是會有膠原蛋白分泌出來 它其實是刺激膠原蛋白的增生 對 而且那個時候 我還問醫師說會不會痛 他說會有一點點痛 可是他們通常 以前是在表層上麻膏嘛 那沒有什麼太大的 這個阻絕疼痛的效果 他們有一種方式是可以藉由點滴 注入在你的這個身體裡面 讓你... 對... 類似就是阻絕那個會感覺到疼痛神經的一種方式 可是它是麻醉嗎 它... 應該算是麻醉 對 但是你不會失意 你也不會昏睡 就是很正常 比較不痛 對,可是因為我要寫那個 使用心得在我的書裡面 那我就不能打那個東西 所以一直被電的時候呢 我覺得我的腳底都是冒冷汗 然後還真的滿痛的 因為那個聲音... 它其實是有一點 就像布林哥剛剛講 它是有一點好像... 有聞筒對不對 對,一個... 它溫度滿高的 這樣... 刺你一下 其實這裡也不會焦 對,就很奇怪 那會有烤肉味嗎 沒有 以前啊 以前像乃哥啦 還有幾個... 乃藝人他們做完就是 會真的很像烤肉網 會硬在臉上 它那個應該是麥沖光吧 那所以現在我們做這種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以前的麥沖光 比較有一些後遺症 就是它會反黑 然後會結痂 表面會出血什麼的 現在也有新一代的麥沖光 它可能一次沒有辦法 把你把很深層的斑點 打散掉 可是它可以漸進式 然後在你打熱過程當中 都可以自然的上妝 然後也不會有任何 就是好像... 黑面臉的那個後遺症 對 然後可以讓你進階式的美白 然後去除斑點 芊榮真的很愛漂亮 你從幾歲開始保養 嚴格說起來的話 應該是13歲 對 13歲妳就會開始 除除我擦擦 而且真的是 因為我媽很疼愛我 所以那個時候 我媽就帶我去專櫃 然後買了國際知名品牌的 一系列的保養品 從洗面乳到化妝水到面霜 什麼時候買了 可是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媽媽的牌子 其實是比較熟女的品牌 那個小姐可能 也為了要推銷做生意 所以13歲的我 我就用很多那個 過於滋養的保養品 反而導致我青春期 都一直在講青春痘 太營養了 太滋潤了 是 所以其實 妳說芊榮 十幾歲開始保養 可是我們女人不常這樣講 妳幾歲開始保養 妳的肌膚 她就會 那個青春的程度 就會停留在那個時候 所以早一點開始保養也好 要需要 尤其是我覺得現在的女生 都年紀很小就開始上妝 對 更需要保養 而且現在大環境也變得越來越糟 然後很多汙染 沒錯 那芊榮妳 就是說妳曾經不滿意過自己哪裡 妳要去做微正心 其實我現在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最不滿意就是我的鼻子 你的鼻子很完美了好不好 其實妳是特寫我的臉的側面 妳看我的鼻子 是不是只有一個骨頭 一個結是不是 這個就要問黃老師 這個骨頭是不是客夫還是命太硬 還是個性太剛烈 老師 請解釋一下 沒有 一般來講是個性的問題 妳說的那個姐 我好像也有一點 妳小心妳38歲 38歲還要過 38歲有個關 有個關卡 會有個關嗎 這個跟鼻子有關係嗎 對 這個是為什麼一定是38歲 29 38 47 這三年 那妳怎麼知道我29歲還沒有過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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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38或者47還沒過吧 還沒過 所以是38 所以提醒妳 妳自己的關卡是有寫光還是 不…這關卡就是說 人生的關卡嗎 人生的關卡 對 可能是金錢 可能是婚姻 都有可能 像這方面的關卡 妳小心一下 講到這個美容保養 真的 我不會妳16歲就開始進眼圈 然後就開始保養化妝 因為我16歲就開始當模特 高中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 就是比如說去試鏡啊什麼 就要自己化一點妝 然後就開始 那妳有化妝變成妳就要開始注意 清潔的部分 然後清潔完就是一定要保養 妳16歲就會化囉 其實不會 那時候真的是亂化 有承接化得像鬼一樣過嗎 就可能就是粉會塗得亂七八糟 很厚那樣子 因為那時候也不懂 粉底液妳就看化妝信用什麼 妳就去買一個 然後回來就開始自己亂塗 對 就是有樣學樣那樣 但是那時候化妝都非常可怕 那所以妳說妳覺得 最好的保養是不化妝嗎 我自己的心得是我覺得 偶爾要讓皮膚完全的休息 就讓它透氣 連保養品都不差 就是 連保養品都不差會 因為我覺得皮膚會提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會提到老化 跟妳常常 我們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妳用妳的手去接觸皮膚 去推 去弄 幹嘛 去化圓什麼的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適度讓妳的臉 完全的休息 我非常贊成 因為當我出現有一些疙瘩 我會先試著就是說 有一些可以治療的藥膏 或什麼先試試看 發現說它還是沒有改善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一天到兩天 是什麼都不差 連保養品都不差 就好好休息 如果都在家的話 在家不出門的情況之下 完全讓皮膚休息 兩天之後它就全好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它是需要透氣的 對啊 就是妳的臉皮膚是需要透氣 所以妳覺得有時候 保養品也是一種負擔嗎 有的時候是 過量就是一種負擔 就是如果比如說 像我們每天在化妝 你一個禮拜 比如說你有兩天不用工作 但是你也不出門 你就乾脆 最後一天晚上洗完臉卸完妝 你就休息 然後那兩天就是 都不要去碰你的臉 就用清水洗臉就好了 對 可以試試看 對 但不見得每個人適用 還是要找到最適合你的方法 對 那妳不會這樣乾得很難過嗎 這樣都不差飽 不是長時間這樣 就是當妳肌膚出現 它不平衡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 偶爾 也不是說一個禮拜一定要兩天 或是什麼的 不是 那麼計較 真的耶